老舍茶馆呢 就是为大家浓缩了一个整个的老北京的文化商业形态 一层呢 它是按照一个老北京当年叫市井文化 主要是保留了我们最早创业之初的大碗茶 咱们现在呢依然卖二分钱 因为每天到前门的人还是非常多 还有这个便民需要 所以我们要把老北京人的念想和怀念把它保留下了 11年打造了这个叫老北京传统商业博物馆 咱们博物馆呢是用面人面素 微缩展现了13家老北京的商铺 您看这边的这个面素呢 展示了一个当年老北京的戏楼 中国的京剧武器武松打虎各种演员 旁边红木提携的水牌 上书今天名人名家 及演出的内容戏码 再有七茶倒水的小二 您看他拿着两三个茶壶两三落茶碗 很多老戏楼 您看他不像现在咱们有音响设备 但是如果唱戏 声音依然能够非常均匀 非常匀称的让大家来去享受 这也是当年最早中国人民的智慧 您头上呢就是各种琳琅满目的招晃了 您一看到他 您就知道他是售卖什么的这种 算是特色店铺了 您就能够感受到当年北京的商业街 咱们现在呢是十月份跟这个百度大脑 来合作的这个AI茶馆 这边呢是一个游戏体验项目 它主要是把中国的几种茶类呢 辨识来去认知各种茶 您可以按照它的要求 把这六种茶呢来进行调整 主要也是为了老茶馆 能够焕发新芽 能够跟时尚接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